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午算孤魂的时间 和大家看今天的视访 我估计今早早有回吐 甚至低开了240点之后 曾经有反弹 跌幅收窄到只有百多点 之后再次下市低位 半天收播24179点 跌了250点 跌幅超过1% 而泰斯本的成交偏淡 只有653亿 科技股今早早继续回吐 好像腾讯、美团、阿里巴巴 今早早跌了2%至4%不等 中资金融股、体育用品股 今早早有沽压 如平保、招行、中信证券 体育用品还有安踏、李宁 跌超过2% 而内房、建材、煤炭股今早早都是受压 不过个别医药股 继续向好 像石药、中信制药 今早早都升了4%至2% 另外就是航运股、半导体股 都走势上是偏好的 中资股比较反复 除了可以继续留意中资股之外 大家都可以少住于其他业务 在其他国家的股份 好像第一太平142 第一太平是以一个 这个投资和管理公司 就是投资在其他国家的一间 即是控股公司 它的旗下投资 主要是集中于 在引尼和菲律宾 公司就是引尼最大的综合食品公司 同时其他公司 包括菲律宾的电讯、基建和采矿公司 都是一些主要的股东 而核心业务 有食品商、印度电讯公司、PLDT 还有水电、公路等等的基建公司的MPIC 其实在过去面对疫情的时间 刚刚提到那几个核心业务 包括食品、菲律宾电讯、水电公路等基建业务 其实在疫情之下 仍然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增长 好像在去年的上半年 InnoFood和PLDT的电讯业务 核心日利都创了新高 而在去年上半年 都是增加了中期派息 增高是接近三成 去到有每股九仙 所以在疫史之下 一个高息和业务有稳的增长 和时间又可以分散在不同国家 都是一个选择 而看股价方面 其实在太平 在去年11月升到高位之后 就出现调整 但落到两个八附近 开始见到已经走势回稳 出现一个整固的情况 而今早有一个强势 向上升穿了50天线 短时间来说 有机会再次挑战3.2的高位 入市可以落到3元以下才能吸纳 至于市外放近期的低位 大约是2.8的水平 大家可以留意 多谢各位收看